中时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这里是喜马奖书 今天要为你解读的书叫《最后一亿,1945柏林战役》 作者是美国著名战地记者、历史作家科尼利厄斯·瑞恩 1945年3月21日,星期三,德国正式入春 这是纳粹德国的第十二个,也是最后一个春天 不久之后,希特勒将迎来他人生中第56个生日 同样是最后一个 仗打到这份上,法西斯政权已是穷途末路 柏林正在被英美盟军和苏联红军合围 西边,英美盟军开足马力高速前进 而东北,百万苏军早就集结在柏林城外的奥德河对岸 只待春回大地,吹响总攻号角 从筹划到结束,这场被称为最后一役的柏林战役 历史约三个月 从军事角度讲,此战毫无悬念 一方是士气高昂,装备精良的苏联红军 另一方则是灰心丧气,缺粮少淡的德军残暴 谁胜谁负,一目了然 柏林战役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政治层面 随着苏军狂飙突进,德军全线崩溃,希特勒绝望自杀 随后,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 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落下帷幕 战后,人们既关注战役本身 也关注围绕他的一系列谜团 例如,英美盟军为什么在关键时刻停下脚步 把攻克柏林的殊荣留给苏军 在必败无疑的情况下,德军为什么仍然要做无谓抵抗 死期来临之际,希特勒等纳粹领导人有着怎样的表现 遭到灭顶之灾的柏林人又是怎样熬过这段岁月的 这些疑问,在这本《最后一意》中都有解答 本书出版于1965年,距今已超过半个世纪 却依然是关于柏林战役最好的著作 因为作者不仅搜集了大量档案 还采访了两千多位当事人 既包括当时还健在的双方高级将领、中下级官兵 也包括普通的柏林市民 充实的一手材料,使本书视角宏观且细节丰富 具备不可替代的价值 下面,我将以苏军发起总攻的1945年4月16日为戒 分两部分来讲述这本书 第一部分,《通往柏林之路》 重点讲柏林战役前的战略态势 英美盟军和苏联红军之间的微妙关系 以及德国人的反应 第二部分,攻克柏林 讲述这场战役的具体进程 好,现在讲第一部分 《通往柏林之路》 1944年6月 英美盟军在法国北部的诺曼底登陆 8月解放巴黎 随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也相继获得解放 连遭重创的德军节节败退 1945年初 在抵挡着德军孤注一掷的反扑后 盟军重整旗鼓再度出发 3月底,盟军三大集团军群全部渡过莱茵河 攻占了德国工业的心脏卢尔区 再往前就是北德平原 而德军以军心涣散 组织不起有效抵抗了 时至今日 英美盟军也没必要讲什么战术了 三大集团军群总计460万官兵 北起荷兰南至瑞士一字排开 形成一条560多公里宽的战线 往前平推过去 每个人的目标都很清楚 德国首都柏林 大家卯着鼓劲 都想成为第一个杀到柏林城下的人 以美军第二装甲师为例 该师所有的交通工具 坦克、自行火炮、卡车、推土机 全都开足马力 以每天50公里的速度推进 师长怀特少将自信地认为 他一定能拔得头筹 令怀特恼火的是 在他右翼居然有一只步兵师 半步都没落下 那就是由匹兹马戏团支撑的 美军第83步兵师 这个师的师长梅肯少将下令 凡是缴获的德军车辆 刷一层橄榄绿 在涂上美军的白色五角星后 就可以分配给士兵乘坐 就这样 第83步兵师 硬是靠着五花八门的德国军车 与第二装甲师 齐头并进 不过 这也容易引起误会 有位83师的少校就回忆 行军师 他忽然听到身后有人不停地摁喇叭 一回头 竟然是辆坐满德军军官的 梅塞德斯 德国人显然误把他当有军了 结果沦为美军的俘虏 怎么处置这些俘虏呢 车流下 简单涂装后立刻投入追击战 人嘛 自己去后方的战俘收容所 美国大兵急着赶路 没心思押送 四月十一日傍晚 第二装甲师师部 收到先头部队的电报 就一句话 我军已到易北河 易北河是最后一道自然屏障了 度过它 再走七十公里 就是柏林 谁都没想到 盟军就此停下脚步 首先 德军把易北河上的桥梁全部炸毁 这延缓了推进速度 等美军好不容易架起几座浮桥 又接到了欧洲盟军最高统帅 艾森豪威尔的命令 停止前进 柏林不再是首要的军事目标 艾森豪威尔为什么要下这样的命令 有政治和军事两层考虑 先讲政治考虑 此前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上 美英苏三国领导人 就如何分区占领德国 达成秘密协定 根据该协定 柏林归苏联 这就暗含着苏军单独攻打柏林的意思 当然了 英美盟军想打也没问题 只不过打完要吐出来 据估计 攻克柏林至少要伤亡十万人 艾森豪威尔犯嘀咕了 牺牲那么多将士 去打一座注定要交给别人的城市 值得吗 与此同时 有可靠情报显示 包括纳粹领导人 所谓国家堡垒 拥有坚固的攻势 复杂的隧道 能抵御重型炸弹的地下兵工厂 还储存了充足的兵源 弹药 食品及汽油 足可以支撑两年 于是 艾森豪威尔决定 大军在一北河叛庭下 再派一支部队 调头往南 摧毁纳粹的国家堡垒 以铲除后患 接到命令的美军前线官兵 气炸了锅 可军令难违 有什么办法呢 这样 英美盟军就只能成为 柏林战役的旁观者了 当英美盟军在西线止步的时候 东线的苏军 则已经停顿了两个月 这倒不是因为 苏军遇到了顽强抵抗 恰恰相反 是进展太快了 1月中旬 苏军解放波兰首都华沙 紧接着一口气冲到 距柏林仅80公里的 奥德河东岸 可由于官兵体力达到极限值 补给又远远跟不上 百万苏军只得安营扎债 进行休整 何时发起总攻 要等候苏联领导人 斯大林的指令 纳粹德国总算 获得了一点喘息时间 然而 此时的德军 早已无法和战争初期 那只席卷欧洲大陆的雄狮 相提并论了 多年熬战 耗尽了德国的兵源 仅苏联战场伤亡 就超过了240万人 英美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 希特勒又不顾众人反对 调集残存的精锐 发动阿登反击战 宣称要把盟军赶回大海喂鱼 结果 德军反而被包围 6万余人伤亡 30万人被俘 到1945年春天 西线德军还有约30个师 而且减员严重 武器弹药齐缺 有的部队只剩下番号 东线形势更严峻 咄咄逼人的苏军 已攻入德国本土 德军拿出最后的家底 组建了维斯瓦集团军群 试图将苏军 遏制在维斯瓦河附近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 希特勒居然任命 毫无实战经验的 党卫军首领 西姆来为司令官 结局可想而知 苏军强渡维斯瓦河 德军一路溃退到 奥德河西岸 勉强与苏军对峙 事到如今 希特勒总算明智了一回 接受陆军总参谋长 古德里安的建议 任命 哥德哈特海因里希 为维斯瓦集团军群司令 海因里希 是顶尖的防御专家 莫斯科战役中 他临危受命 面对十二倍余击的苏军 坚守阵地 避免了德军全线崩盘 此后 又一直待在东线作战 无论军事能力 还是对苏经验 他都是首位奥德河防线的 合适人选 可巧腹难为 五米之吹啊 海因里希发现 名义上自己接手的是 集团军群 实际上 只有两个残缺不全的 集团军可用 一个是驻守 柏林北部的 第三装甲集团军 另一个是南部的 第九集团军 整个防区宽度 达280公里 总兵力只有48.2万 对面的苏军有多少呢 160万 更不要说苏军酒精沙场 而德军轻一色新兵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希特勒还强迫海因里希反击 白白损失了8000人 希特勒暴跳如雷 声称要枪毙责任人 古德里安为下属辩护 两人爆发了激烈争吵 几乎要动手 之后 古德里安被撤职 最后一位敢于向希特勒提出不同意见的德军高级将领 就这样被赶出了最高统帅部 这不是希特勒第一次发飙 也不是最后一次 战后 他的副官 秘书 以及近距离接触过的人都证实 希特勒已陷入癫狂 年初 希特勒住进了为躲避盟军轰炸 打造的元首地堡 然后就不怎么出来了 他被驼得厉害 左手不停颤抖 情绪很不稳定 他在地图上发号施令 要求某支部队向某地进发 而这支部队要么不存在 要么以丧失战斗力 可谁要是说实话 必定会招来痛骂 背叛 可耻的背叛 他咆哮道 仿佛自己沦落到这个地步 全是属下害的 现在 希特勒不相信任何人 也不接受任何建议 将领们反复告诫 柏林肯定守不住 赶紧撤吧 每一次 希特勒都断然拒绝 依赴与柏林共存亡的架势 可对城防 他又完全不上心 三月份匆忙上任的 柏林卫数司令雷曼中将 惊恐地发现 这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市 没有防御计划 没有防御攻势 连防御部队都没有 更糟的是 希特勒根本不想见他 雷曼只好去找宣传部长 戈培尔商量 身为柏林的纳粹党大区领袖 柏林城防 戈培尔得管 戈培尔吹嘘说 他组建的人民冲锋队 将大发神威 把苏军赶出去 雷曼可太清楚 这支部队的橙色了 所谓人民冲锋队 尽是些半大孩子和老年人 接受简单训练 就投入战场 在苏联人的飞机坦克 大炮面前 就是一群炮灰 雷曼只得换个话题 表示城内还有大量市民 十岁以下的孩子 就达十一万 如何疏散 又如何提供食物呢 戈培尔答道 不值得为此废神 雷曼气疯了 他跟自己的参谋长哀叹 柏林人只能靠上帝拯救了 那么此时此刻 柏林人什么状态呢 可以说 先是麻木 后来是恐慌 盟军的轰炸 持续了一年多 柏林的一百五十六万座住宅中 近一半受损 尽管处处是废墟 可柏林人也摸出了规律 美国空军上午炸一次 中午炸一次 英国空军则晚上来炸一次 当中这段时间 柏林人该干嘛干嘛 牛奶宫照常送奶 邮递员照常投递 工人和职员照常上班 警察照常执勤 家庭主妇照常拿着配吉卡排队 领生活必需品 连电影院都照常营业 且票房不错 当然 轰炸仍然可怕 配吉的食物也不够 可日子好像能过下去 运气好的话 还能从黑市上搞到黄油和咖啡 柏林人普遍陷入了冷漠和麻木 他们信奉这样的生存哲学 师范比爱更重要 躲藏比战斗更有尊严 忍受比获胜更正确 只是随着苏军的临近 恐慌情绪才蔓延开来 3月28日 苏军第一次空袭柏林 飞行员丢完炸弹 干脆低空飞行对着街道扫射 英美空军可没这么干过 柏林人被震撼了 更令人震撼的是难民带来的消息 这些难民是从苏军占领的 德国东部掏出来的 他们告诉德林人 苏军恨透了我们 所到之处抢劫财产 枪杀平民 强暴妇女 跟魔鬼没两样 这可把柏林人吓坏了 由于成年男性几乎都上了前线 柏林的270万人口中 女性超过200万 他们非常害怕会遭到性侵犯 有门路的赶紧搞到 剧毒的情话物胶囊 做好自杀准备 整个柏林城人心惶惶 人们甚至希望 英美盟军攻占柏林 美国人总比苏联人好些吧 他们并不知道 英美盟军决定把柏林 留给苏联人 更不知道自己的元首 希特勒下了道命令 要把所有东西从港口 公路 桥梁 到火车 汽车 船只 再到工厂 商店 通通炸毁 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长 施佩尔劝说道 这样做是把德国人民 逼上绝路啊 希特勒的回答 让他目瞪口呆 没有必要再为德国人民操心了 战争的失败证明 他们都是劣等人 应该被毁灭 这将是柏林人乃至所有德国人的命运吗 苏军又将如何给出最后一击呢 第二部分 攻克柏林就将揭开谜底 我会分三个阶段 即苏军准备 外围攻坚和攻占市区 来讲述战役进程 先讲苏军准备阶段 前面讲过 苏军在奥德河东岸修整了两个月 斯大林原计划五月初总攻 后来提前到四月中旬 具体部署为 朱可夫元帅的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 担任主攻 他将从正面突入柏林市中心 科涅夫元帅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 从南面包抄 切断德军退路 北面 罗克索夫斯基元帅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 则保持待命状态随时出击 三个方面军总兵力约160万 占绝对优势 安排妥当 苏军紧锣密鼓地筹备起来 以朱可夫为例 他指挥的方面军超过76万人 被分为两个梯队 能进行多波次持续性攻击 一万一千门大口径火炮 已经集结 每隔四米就放一门 朱可夫还别出心裁地 安置了140盏大功率探照灯 进攻前 这些探照灯会直接照射敌方阵地 亮瞎德军的眼 与此同时 苏军在奥德河西岸建立了桥头堡 向一枚铁钉嵌入了德军防线 由于缺少火炮 负责防守柏林外围的海因里希 只能看着苏联人在自个儿眼皮底下 摆开阵势 雪上加霜的是 4月5日 希特勒下令海因里希 把仅有的装甲部队调往南方守卫布拉格 因为他认为那才是苏军的主攻方向 柏林战役即将进入第二阶段 外围攻坚 1945年4月16日凌晨4点 三枚红色信号弹窜上夜空 140个探照灯忽然全部打开 炫目的光柱直射德军阵地 紧接着又有三枚绿色信号弹升空 苏军火炮随即爆发出震天动地的轰鸣声 对面的宫室村庄 请客间灰飞烟灭 连大气层都被搅乱了 一股股热风横冲直撞 将泥土、钢筋、水泥、树枝等卷得漫天飞舞 炮声形成的冲击波如此强烈 连苏军炮兵的耳朵都震得鲜血之流 炮击尚未停止 苏军就发起了冲锋 领头的是崔可夫上将的禁卫第八集团军 1942年 崔可夫所部全歼30万德军 赢得转折之战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 此次 朱可夫让崔可夫担当先头部队 意思再清楚不过了 禁卫第八集团军身后 是人数更多的苏军 一位随军记者观察到 官兵们极度亢奋 往往不等浮桥架好 就欢呼着跳入奥德河 抓住空油桶、厚木板 甚至是树干 向对岸漂流 他们头上是6500架苏军战机 按照朱可夫的设想 此次进攻一定是摧枯拉朽的 可当苏军冲入德军阵地后 才惊讶地发现 没人 原来海淫里希早把苏军摸透了 所以前一天晚上 他让军队撤退到第二道防线 结果德军毫发无损 反倒是那些照亮夜空的探照灯 将苏联官兵的位置暴露无遗 被德军一打一个准 战况异常惨烈 特别是在一个名叫 塞洛高地的地方 双方拼尽了全力 塞洛高地是一座月崖型山丘 海拔30米到60米不等 可以俯瞰整个战场 作为奥德河与柏林之间 最主要的制高点 塞洛高地又被称为柏林之所 海阴里希在这里布置重兵 不仅集中了大部分火炮 还调来600门高射炮 放平后当重炮用 此举收到了奇效 塞洛高地有成片的沼泽 和纵横的灌溉渠 苏军坦克和自行火炮 很容易陷入泥泞之中 沦为德军的火靶子 眼看进攻不力 朱可夫震怒 他要求炮兵对塞洛高地 实施炮火覆盖 同时下令 原定稍后投入战斗的 禁卫坦克第一集团军 马上出动 不惜一切代价夺取高地 尽管仍在坚持战斗 但海阴里希明白 自己只是在拖时间罢了 就算暂时守住了塞洛高地 可南边呢 要知道 科涅夫还有51万大军呢 科涅夫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 是在16日清晨6点发起进攻的 比朱可夫晚了两个小时 动作却要快一些 7点15分 先行渡河的突击队 拿下第一座桥头堡 到8点半 大部队已在133个渡河点成功强度 战斗打响后8个小时 科涅夫的部队已撕开了一条 29公里宽的大口子 苏军坦克军群正全速前进 不过 对面的德国第九集团军仍在抵抗 司令官特奥尔多布塞当然明白 手是守不住的 可他又不敢放弃 原因有两个 一是希特勒严令死守 后退者格杀勿论 第二 他希望拖慢苏军步伐 让英美盟军攻占柏林 布塞向顶头上司海阴里希表示 如果能固守到那一刻 我们就对人民国家和历史完成了使命 直到这会儿他都不知道 美国人不会来了 就是凭这么点执念 德军富裕顽抗 苏军则杀红了眼 一名德国军官回忆 苏联人成群结队地朝我们涌来 根本不顾伤亡 海阴里希的司令部里 电话铃持续不断 都是前线打来请求增援的 坦克 大炮 弹药 汽油 以及人员 全面告急 可海阴里希 两手空空 什么都拿不出来 一想到 掉往布拉格的装甲部队 他恨得牙痒痒 4月17日深夜 朱可夫的部队 突破了赛洛高地 而在南边 科涅夫的部队 正向柏林挺进 从军事上讲 德军在绝对劣势的条件下坚守两天 堪称奇迹 但这拯救不了柏林 更拯救不了纳粹德国 苏军留少量部队围困维斯瓦集团军群 主力则杀气腾腾 扑向柏林 柏林战役进入第三阶段 攻占市区 匪夷所思的是 城外炮火连天 可柏林人的头等大事 还是上班和囤物资 大多数工厂仍在生产 公共事业单位和服务业 也在履行职能 柏林爱乐乐团 也没有中断演出 家庭主妇四处奔波 排长队购买各种物资 为即将到来的围城做储备 并非柏林人不想逃 而是没法逃 城已经疯了 除非有通行证 谁都出不去 而且要平民脱家带口 在猛烈的炮火中 徒步撤退也不现实 人们只能强忍着恐惧 假装生活还要继续 煎熬中 人反倒生出了几分 黑色幽默 柏林人互相打气 鼓励对方要活下去啊 还有一句话很流行 格罗法斯将拯救我们 格罗法斯 是柏林人给希特勒起的外号 意思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将军 自然没有人当真 外行都看得出来 柏林的防御能力一塌糊涂 理论上 柏林有三道防线 第一道围绕城郊 周长100公里 号称环形防线 里面堆满障碍物 如火车车厢 马车 建筑物的废墟 第二道防线环绕市中心 周长40公里 有反坦克壕沟 雕堡 射击位等 市中心内的德国总理府 国会大厦等 用土墙 路障 沙带连起来 作为第三道防线 可大家清楚 这些全是临时赶工的豆腐渣工程 何况守卫者 还是希特勒青年团 和人民冲锋队 指望他们挡住苏军 无异于吃人说梦 柏林人编了个段子自嘲 说苏军突破防线 起码要用两小时15分 先狂笑两个小时 再用15分钟粉碎路障 4月20日 是希特勒56岁生日 苏军给他送来一份大礼 罗克索夫斯基元帅的30万大军 从柏林北面发起攻击 德军濒临崩溃 22日傍晚 苏军冲进了柏林市区 苏军开始一条街一条街地争夺 他们运来令人生畏的卡丘莎火箭炮 遇到抵抗就是一顿轰击 韩林的火箭弹不分昼夜呼啸而至 燃起成片火海 有市民回忆说 到处是烈焰 没有夜晚可言 你甚至可以在夜里读报纸 街道上躺满尸体 有正规军的 人民冲锋队员的 希特勒青年团的 还有平民 其中不少人 因饥渴难耐 去街边的水泵取水被击中 待在防空洞地下室 不至于挨枪子 但如果苏军怀疑里面有德军 用火焰喷射器喷 死得就更惨 除了被苏军误杀 柏林人还可能遭自己军队的毒手 随着包围圈越缩越小 德军残步向市中心靠拢 他们有些垂头丧气 有些因绝望而加倍疯狂 尤其是纳粹直接控制的党卫军 铁了心顽抗到底 为拖延苏军 他们炸掉了柏林 248座桥梁中的120座 还炸毁一条长6.4公里的河底隧道 隧道里躲着数千平民和伤员 河水涌入的时候 他们哀嚎着奔逃 谁也不知道死了多少人 不过 只要苏军完全占领一个街区 扫除了残余德军 秩序很快能恢复 让柏林人喜出望外的是 苏联官兵纪律言明 行为友善 许多人还会说德语 抢劫 虐待 性侵 传言中的事都不曾发生 圣新修女院院长 库内贡德斯原本坠坠不安 他这里不仅有60名修女 还有上百名孕妇和孩子 当修女告诉他苏联人来了 库内贡德斯先做祷告才去相见 来访者是一位年轻的苏军中尉 在确认修女院没有藏匿德军后 礼貌地告别 不过中尉还是留了句话 他指着自己的士兵说 他们都是遵守军纪的正派军人 但我必须告诉您 跟在我们后面的家伙 就没那么善良了 中尉说的是事实 第一批攻入柏林的 是苏联禁卫军 整体素养比较高 后面的部队就不一样了 他们中有不少新兵 军纪相对松弛 更重要的是 人人心怀怒火 像当年德军入侵苏联时 可以说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很多苏军战士 都被搞得家破人亡 妻离子散 现在他们来报仇了 你当初是怎么对待我亲人的 今天我就怎么对待你 随着苏军后续部队开进柏林 暴力行为越来越普遍 从纳粹高官到普通家庭 从百货大楼到沿街小店 都被洗劫一空 反抗者遭殴打枪杀 女性的命运最为悲惨 受害者上至八十岁老太太 下至十岁小姑娘 他们有的当着家人的面被强奸 有的被拖到大街上轮奸 库内贡德斯回忆 修女们竭尽全力 也挡不住苏军 不少刚生产的女性和孕妇 遭强暴 干完事的士兵 往往会丢下一句 德国人在苏联 就是这么做的 还有人看见施暴者 一边流着泪一边呼唤自己的母亲和姐妹 本书作者估算 柏林战役期间 约十万女性遭侵犯 最新研究则表明 真实的数字恐怕更惊人 很多柏林市民自杀了 要么服毒 要么上吊 有的母亲抱着孩子跳河 4月30日下午1点45分 苏联红军把红旗插上了柏林的地标 帝国国会大厦 这标志着柏林市中心 事实上已经被苏军占领 大约两个小时后 希特勒在元首地堡自杀 他的首席副官布格多夫上将 陆军总参谋长布雷布斯上将 也自杀了 第二天 戈培尔夫妇在毒死六个亲生孩子后自杀 5月2日 柏林卫戍司令部下令停止抵抗 不过 由于希特勒的继任者邓尼茨 赶往柏林需要时间 所以直到5月7日 德国才宣布无条件投降 同一天 苏联最高统帅部下达停火令 纳粹掌控的德国岳阳新闻社 则发布了最后一条消息 各自逃命吧 柏林人纷纷从地下室 医院 壕沟 废墟里爬出来 拼命向西边跑 他们只想跨过一北河 逃到英美盟军的占领区 逃亡者也包括海因里希的维瓦斯集团军群残部 前面讲过 苏军在突破奥德河防线后 急于攻击柏林 只派少量兵力围困这支德军 希特勒一度命令海因里希反击 解柏林之围 这自然是异想天开 海因里希拒绝在座无谓牺牲 而是下令突围 他让部队尽量朝西跑 一北河边还有一支德军 汇合后向英美盟军投降 海因里希本人 因违抗军令被撤职 要去不远处的一座兵营 等候发落 临走时 军官们自发地列起长队 向海因里希敬礼 5月7日 维瓦斯集团军群残部 抵达一北河畔 与另一支德军会师 随后 这十万德军终于如愿以偿 当了美国人的俘虏 激动地连连感谢上帝 至于海因里希 希特勒之死 使他逃过一劫 最后他也向英美盟军投降 至此 柏林战役画上据点 从筹划到结束 柏林战役历时约三个月 其中攻城战历时二十余天 苏军以伤亡36万人的代价 避敌45万 俘虏48万 粉碎了德国最后一支武装力量 希特勒绝望自杀 纳粹德国终于放弃抵抗 宣布无条件投降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柏林战役的胜利 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 欧洲战场落下帷幕 作者最后记录到 当炮弹不再落下 枪声逐渐停止 逃难的人终于放松了神经 极度的疲倦随即席卷而来 他们纷纷摊倒在地 田野里 沟渠里 空屋子里 废弃的车辆里 到处都是睡着的男人 女人和孩子 这对于饱受战火蹂躏的平民 无疑适中解脱 好 最后一议 1945柏林战役 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下期见